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日本的相扑选手现在可以更矮更瘦了 韩国加快疫苗生产 以加强对未来大流行的防疫 对北京来说是一曲悦尔的音乐 中国赢得了马尔代夫总统选举吗 亨利 赫特 制造皇室婴儿 向公众展示的披肩的制造商复告 家人寻求关于男子在越南死亡的答案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日本的相扑选手现在可以更矮更瘦了 英国每日电讯 日本的国际相扑已经改变了其身体要求 以试图扭转参与人数下降的趋势 日本相扑协会上周宣布 有意成为相扑选手的人 不再需要满足最低身高和体重要求 分别为5英尺5英寸和10.5英尺 这一变化反映了对成为相扑选手所带来的危险 以及日本人口下降的担忧 这项运动要求选手增加大量体重 这可能对他们的健康有害 这一举措还是对日本男孩兴趣下降的回应 今年只有34人申请成为相扑选手 韩国加快疫苗生产以加强对未来大流行的防御 英国每日电讯 韩国正在努力加强疫苗生产能力 为未来的疫情爆发做好准备 虽然该国在处理COVID-19大流行方面受到了赞扬 但却因疫苗接种进展缓慢而受到批评 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机构 KDCA计划建立一个强大的疫苗接种基础设施 以更快地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 该机构旨在通过为优先传染病病原体 生产原型疫苗 开发快速研发疫苗和治疗的系统 韩国计划采纳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 CPI提出的原则 并建立一个疫苗库 以在100天内治疗目标病原体 该国还计划增加研发投资 到2025年成为全球前五大疫苗生产国之一 韩国还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 设立一个全球生物制造培训中心 生产疫苗和生物制品 该国旨在在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帮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生物制造能力 对北京来说是一曲悦尔的音乐 中国赢得了马尔代夫总统选举吗 半岛电视台 马尔代夫选举了反对派候选人穆罕默德 穆一组为新总统 穆一组支持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击败了现任总统伊布拉辛 穆罕默德 索利赫 后者被视为亲印度派 这次选举被视为对马尔代夫与印度和中国关系的公投 穆一组承诺撤走驻扎在马尔代夫的印度军事人员 印度此前与马尔代夫保持着密切关系 提供了大量援助并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 然而穆一组的胜利被视为中国的胜利 中国此前在马尔代夫进行了大量投资 家人寻求关于男子在越南死亡的答案 BBC 31岁的达伦 布莱尔在越南度假期间以不明原因去世 他的家人被告知他在夜店里睡了6个小时后被发现无反应 但他们也被告知他在夜店外昏迷 脸上有瘀伤 他的家人现在正在前往越南进一步调查 已经设立了一个筹款页面 以帮助将他的遗体送回英国 英国外交 联邦和发展办公室正在为家人提供支持 并与当地当局保持联系 韩国被遗忘的美国盟友 外交官 韩国已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无论是在国家安全还是经济事务上都是重要的盟友 韩国在自身防卫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 并成为该地区的关键安全提供者 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和防御技术 韩国还在美国的军事行动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向越南 伊拉克 阿富汗和各种维和行动派遣了军队 在防务开支方面 韩国一直保持在GDP的2.5%左右 而日本为2% 此外 像三星和SK Hynix这样的韩国公司 正在美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半导体设施 韩国公司在美国向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有这些贡献 韩国不愿意在盟友中发挥更大的声音 往往导致他的贡献在华盛顿得到的关注较少 保守派在梵蒂冈会议前 就妇女和同性伴侣问题挑战教皇 路透社 五位保守派红衣主教 在梵蒂冈会议前 向教皇方几个提出了一系列正式问题 寻求对同性伴侣和其他问题的澄清 这五位红衣主教来自亚洲 欧洲 非洲 美国 和拉丁美洲 他们表示希望防止天主教徒陷入困惑 错误和沮丧 范蒂冈拒绝置评 这次被称为主教会议的会议 将讨论包括妇女角色 LGBT接纳和社会公正等话题 这将是妇女首次在主教会议上获得投票权 亚运会 安德森希望香港在半决赛中超过日本 南华早报 香港足球教练约恩 安德森表示 在亚洲运动会四分之一决赛中 以1比0击败伊朗后 他的球队有机会在半决赛中击败日本 明年1月 香港将在亚洲杯小组赛中 面对伊朗和巴勒斯坦 并有可能在 FIFA世界杯预选赛中 再次面对伊朗 安德森相信 球队在亚洲运动会上的表现 将对球员未来的进步产生长期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